新闻 接着带你来关心的是 今天就是周末假期了 持续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 加上华南运营区的影响 所以天气上是蛮湿凉的 今天清晨呢 在宜兰出现了18.5度的最低温 那么淡水也只有18.8度 特别是在北部跟东半部 一整天都是湿凉凉 只有19度左右 我们就为您整理了 包括北北基宜呢 是有发布大雨特曝的 另外呢 这个中南部虽然是比较不受到影响 但是日夜温差蛮大的 有8度之多 而这样的天气形态 会持续到周一 才会慢慢的趋缓 带您来听气象局的最新说明 今天跟明天这两天呢 还是持续受到东北季风 跟华南运营区东移的影响 所以在北部地区 一整天气温上 还是比较偏低一些 低温大致上是在19度左右 白天的高温 大概也是只有在21到23度 一整天是比较湿凉的 至于在中南部地区 今明两天 大概低温在22 23度左右 中部白天的高温在26 27度 南部的话 大概是在28度左右 早晚也会是比较偏凉的一个情形 这一波的冷空气影响 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 而随着东北季风减落 北部跟东半部气温 会回升到24度以上 不过北部跟中南部的日月温差 是比较大的 所以假日要南来北往的民众 必须要特别留意 适时的添加衣物 而周末的降雨范围 预估北部 东北部的降雨时间 会拉得比较长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 跟大台北山区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 外处要记得 西大雨距了